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很多很多人无恶不作 横行霸道的在这个团里 简直是天理难容啊 所以今天我就要为大家来伸张正义 把这些人给抓出来 让他们认罪 那么现在我有一个盒子 听说里面有这个罪人的一些罪证 那我来打开看看上面写着什么 这个盒子节目组配的蛮不错的 看起来很高档 上面写着 这个人外形跟队伍格格不入 破坏了队伍的视觉平衡 他被供靠了不和谐的嘴 哼 我就说我们都有这种人 你知道吗最近老扣分扣分啊什么 这个人袜子穿的跟我们不一样 然后扣分 那个人头发颜色太漂亮扣一分 难怪我们队最近票都卖不出去 没有做嘛 要知道以前我们宇宙艺可是很火的 场场票都切不到 现在哈 终于有众人 真是生气 我听说节目组有这个闲人的一些特征照片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人到底什么样 这怎么回事 就给这种照片吗 我怎么会照他谁啊 这个脚的坐姿 他的手臂一节节的像米其林轮胎 我觉得这个人首先 这个手臂他一定是个很壮的人 第二这个姿势我觉得是个很社会的 这个脸我觉得是个 比较可爱的人吧 毕竟脸上肉堵堵的 硬胎肺还挺多 但是 我还是很愤怒的 他再可爱我也要愤怒 因为他做出了这些东西 来人啊 给我把这个犯人给我抓上来 嗨 大家好 我是BJPT的张笑颖 干嘛干嘛干嘛 给我坐下来 你穿衣服不错啊今天 那是给你买的 帮我练接好吧 好啊 来 对于我刚刚控诉那些罪状 你承不承认的罪情 这你都信啊大哥啊 绝对的绯闻 我跟你讲我们这种 三红的女明星 就会有人嫉妒的啦 诋毁什么的 哼 你看你总想排名才第几 会有人知道你的绯闻 对不起 二姐 三姐 四姐 对不起四姐 嗯 但是 没有关系 我这里有你的两条罪状 嗯哼 嗯哼 你紧张吗 绿位有一点吧 我今天那颗真很严肃 你是不是曾经有说过 不在乎自己的排名 反正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蛤 不用说过这个话呀 你没有说过吗 你没有说过吗 我想想啊 我好像 好像是有说过吧 可能醉奶了吧 喝牛奶喝多了醉了 醉奶了 哇 我信了 然后就好像 好像是曾经有说过这样的话 因为当时 其实当时心情不一样嘛 可能当时 我觉得好像是三选 刚刚结束吧 然后我觉得 我已经出道三年了嘛 然后我觉得 我做过了 我能接受的所有努力 但其实收效其实还蛮少的 其实有 然后我就觉得 略微有那么一丢丢心酸 特别是看到优秀的前 优秀的后备 然后排名在我前面的话 你会不会有点生气 很凭什么 他比我晚进来 就因为成绩好 排我前面 会有一点辣 而且在 我父母的方面 其实 我父母其实也蛮希望 我回家的 因为 年纪大了吗 差不多 反正就希望 希望让自己稳定一点 之类的 然后觉得毕竟离家太远了嘛 在这里已经三年了 然后我觉得 每天就 跳跳舞 因为我蛮喜欢跳舞的嘛 觉得跳跳舞啊 干嘛在舞台上待着 也挺好的 然后自己台下做了 喜欢自己的粉丝 然后我可能就 有这样的环境上 我觉得 也挺好 但是我觉得 这样很不可以 这么没有斗志 你作为一个少女偶像 你的未来还是无限可能的 然后我在我们队 是年纪最大 知道吗 正好说到这个 我跟你讲 那么第二题就来了啊 你是不是曾经 照着自己 年纪大 欺负自己的队友 我欺负队友啊 我除了欺负小鹏 我谁也没欺负 什么 你欺负小鹏 没有没有 就 我觉得我唯一能承认的一条罪状 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还 我们对了孩子长胖 可能是我造成的 我会没事在房间里面 就是做做菜啊什么的 而且我还有照片 哎 你 为他们是不是 其实是想要 让别人长胖 然后丢失人气 然后自己好成为人气王 被你发现了 讨厌 就是一点心计而已啦 然后就是我 就是做出其他的努力之后的 唯一一点挣扎的努力 知道吗 就是你最后的挣扎了是吗 把队友都喂胖 然后自己开心了 我有照片 你要看吗 就是陈欣为我的那个欺负人 陈欣一下 其实我是 不但照顾他们 会包包汤啊 做菜什么的 证据 那看一看吧 你看 辣炒花甲 拿手好强 玉米那个 玉米那个猪骨汤 猪棒骨 这个汤 这个我是蛮喜欢的 你喝过对不对 我是蛮喜欢的 这是我的拿手菜 那个青椒肉丝 哇 青椒我也喜欢 对身体好 这些菜其实都还好啦 小case 但是 我还是有点不太相信 你说是不是其实 你是装好人 其实这些都是外卖 买回来 然后你假装是自己 打来了 我哪里那么多钱点外卖给大家吃啊 没有钱 因为我没有排名 所以没有工资 没有工资呢 我就没有钱 没有钱就没有钱点外卖 为什么自己动手 那很惨的 反正我是不信这些的 但是没有关系 我可以现在考验你 现在 来 上道具 那现在呢 就来到你这个自证环节 看看你 煮出来这个菜到底怎么样 对就是为了证明一下 我不是跟你吹的 然后我当然做一道 看起来比较唬人的那个 驱煮鱼 行 就算你做的再难吃我也会吃 但是我不会难吃 不会难吃 好了别说别说 赶紧开始 给你一个鱼疼 吃鱼头吗 我去 然后就先其实第一步 先要钓到那个 葱和蒜 然后你比较去腥嘛 去腥 对 因为鱼比较很腥嘛 要有葱和那个蒜 还有姜 然后就够腌一下它 然后去腥味 不知道吧 肯定没做过饭 也不知道这个都 但是我觉得万变不离奇 走啊 看什么 你知道什么吗 就是 酥 对 你说得多 这是料酒 料酒 料酒就是醋吗 黄酒 真的好想打你 料酒反正也是去腥的 也是提前去腥的 主要是它 那它吃了以后会醉吗 你喝点吧 要么你喝点 不能 然后吃那个 要么它比较新鲜一点的话 也比较嫩的话 鱼片比较嫩 要加那个淀粉 淀粉 然后就腌那个鱼 很简单 不就是把这个上面滚两下 翻过来 翻过去 啊 我不 因为我还跟它不太熟 没有办法去 建立起很美好的感情 就是在跟我不太熟 Hello 然后第一步呢 捏好了之后现在是要热水 然后先把配菜也煮好 但是我们只有豆芽 我吃吧 一直等它熟 就差不多熟 就把它捞到一个最后要盛的那个碗里面 忘了一步 要放盐 果然不行吧 严重事情都能忘 要放盐在里面 因为给它那个菜垫味道 对 好了 然后捞起那个豆芽 最后的碗里就垫在下面就好了 最后呢 做好的时候要把锅烧开 所以这个鱼你需要再翻一下 要翻一下吗 对 一直要翻一下 让它更加入味 吃鱼的时候 一定一定要把它那个黑色刮干净 不然的话这个会超级超级新 这个是我 我奶奶告诉我妈妈 然后我妈妈再告诉我的 这个叫传下来的 那我们现在这一步难要开始就是炒那个底料 底料 火锅底料吗 你可以这么理解 行 四点吃火锅我吃火锅底料 行了吧 就先烧着 然后一般就是用手去感受那个锅的那个温度就好了 有一点的话如果不是不粘锅的话 其他的锅一定要烧到周围所有都没有水滴的时候 不然的话你倒油的话它会 你很装 你很装 感觉 全在跟我聊感觉 然后 做菜就是一种经验和感觉 你觉得很装 我感觉它好 你感觉它好 这个是不是会爆开了 这个不会 你开始吧 真的不会 那为什么我看我妈妈撒油就会爆开了 因为你妈妈没有把锅烧干 对不起阿姨 哪个东西放进去会炸吗 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声音但不会炸 行 我害怕你倒油 不可能 我超害怕油油 我超害怕油油 爱吃辣的话其实可以放一点那个干辣椒段和花椒段 对 这个我喜欢 放了 多不多 炒一下 然后放豆瓣酱 超害怕油油 这不会见到的 好吓人 就是把它那个香味也要炒出来 闻到了 好香呀 然后倒水 会炸啦 我害怕 然后这时候大概要煮过我就 我猜一下 五分钟 五分钟 那还有点久 你知道放鱼要从哪开始放吗 从头开始放吗 为什么 因为你首先碰了头的那个碗 你好机智哦 是呢 对对对 因为鱼头会比较难熟 我每次都觉得鱼头是鱼上最入味的地方 其实刚刚说的那个 其实现在可以放一点一点点的白糖 一点点就好 会让它更加的鲜 然后就等一下啦 然后就对它手开 它起摸的话其实是正常的 熟啦 开啦 这个也不会炸你跑啥 我不知道 我害怕 先炸一下鱼头 不会炸的 你过来好不好 就是带骨头都不要先放 好嘞 鱼头翻个个儿 这就已经快熟了吗 对 鱼很快熟 然后煮到十几秒左右 就把剩下的鱼片全放进去 你看那个鱼片放进去 一会儿再变白了 像上火锅要给它涮一下 就是半透明的鱼片 然后后面放一点盐 盐至于多少的话 真的只能靠经验了 靠经验 靠经验 我觉得你有种自理行间 看不起我的感觉 看起来 然后放一点鸡精 然后提鲜 太不好一点好不好 现在是我要审讯你 你一旦得罪我 你肯定会失去你的自由 坐牢吗 坐牢吗 我在 我在撕吧 虽然本身你在撕吧里面什么自由 但从此以后你会更加实行的自由 哇哦 你吓到我了 然后现在先关火 要保持那个鱼的那个鲜嫩 其实 哇 看起来好像还不错 怎么这看起来还不错 因为我吃起来更不错 现在我觉得可能好像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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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好这个分量你看没有 其实叫大事 所有东西都控制到 准备 完美 是不对 对不起 刚说完完美 好 哦 这就很像那种家里煮的那种 去煮鱼 然后其实为了好看的话 我爸妈都会把它鱼头翻个个儿 然后就拼起来 刚看起来很凶 很凶 你都要吃它了 因为这只鱼长得看起来很凶的样子 就是它的最后一步 撒花椒 撒辣椒 就是把干辣椒 干辣椒全先撒在上面 我 撒那么多吗 没必要 水煮鱼吧 我们四川人就那么吃的 啊 牛串 然后会放那个花椒 因为是从麻辣为主嘛 这样才会比较香 就让我一个浙江人站在边上 手足不错 不会 还最后一个步骤就是 起锅重新烧油 把油烧多一点 就是倒出去 对对对 这个就是水煮鱼的精髓 好了 就是等油开 油开 油到刚刚那个样子 还是一起要冒烟的时候 就是测量 测量那个油 到底有没有熟的那个 是拿一个木块 或者拿一个东西 把它放进去 就如果 勺的周围会起泡泡的话 说明这个油已经 就已经无成熟了 对 我害怕 看一下吧 真的很好的 哇 哇哇哇哇哇 哇 它在翻滚 好了 最后最后最后 还有面团 哦 两块 天啊 完成了 哇 那么接下来 我要来验证一下这道菜 您请 我是应该 来来来来 这个 拜托不要贿赂 我用我的实力也做书画 我们这个是很严正很公正的 不能结合贿赂 公正怎么 您请 我要吃一块鱼头 因为我喜欢吃鱼头 吹一下 你吹的也好慢 我帮你行不行 怎么 我要慢慢品味 知道吗 您说了对你爱情 你这个表情怎么没有表情 你说话行吗 我现在好紧张啊 你说话行吗 我求你了 我们现在超紧张 你不讲话 我试一下 嗯 我觉得呢 好像比楼下食堂叔叔烧的还要好好喝一点 我的妈呀 松一口气 你刚刚不说话 我觉得我可能找到了那个 因为品味 每时是一件很认真的事情 不能够说话 我觉得我可能找到了就是我的偶像事业 退休以后的另一条路 BJS48能不能邀请我做一下 那个BJS他们的厨娘啊 对不对 厨娘 对对对 我自己试一下 真的还不错 对吧 还行 对 就自己的 平时水平的一半吧 那你平时有在房间会烧这道菜吗 没有 其实因为我自己的房间比较小嘛 做这个菜的话可能就油烟味比较重 那你可以去别人的房间做啊 反正不不不保证我能吃到就行 那么这一次的挑战就勉强算你通锅吧 要勉强很勉强吗 因为接下来可能还有别的 还 还有 那当然你犯了那么多的罪 难道你做一道菜我们这个事就结束了 很难吗 也就可能是你想要哭的水平吧 那种我回答完会让我退团的那种 好吗 倒不必那么残忍吧 你是不是曾经对队友们 不是啊 你有在说谎 这就是 每天都很欠揍 每天都很欠揍 我内心毫无波澜 哦 我已经看到了 我的天这就是你的毫无波澜 啊 啊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